金门地区的摄影工作者蔡显国最近以破铜烂铁打造一造 等比例的侦察机装置艺术命名为逆风者号 而这架飞机贴缆的历史照片象征从过去穿越时空到现在的历程 蔡显国表示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装置艺术 但是他花了一个月用废弃回收物 譬如铁皮钢管油桶等等 组装出来这架将近1比1的比例逆风者号 飞机上不但是贴满历史照片 还画上象征美好的彩虹元素 还有金门风事业的彩绘 第一次做装置艺术 因为从事摄影很多年 但是这几年因为共军的飞机的老台 在前阵子在金门有飞过一阵子的那个侦察机 那一架是白色的双螺旋桨 那给我的印象就是我又想到从前金门曾经有飞过这样一种小型的侦察机 我才有这个想法就是把那个机翼找回来 然后打造一个装置艺术 那机翼跟机舱里面我有放一些历史照片 其实就是说它逆时空会飞到我们这个岛头 然后里面呢充满了还是一些机翼 所以在整个装置艺术来讲的话 我加了彩虹 因为彩虹是天空是美好的 然后尾翼呢它偷的是金门情怀 那个是风事业 其实跟天空也是有关系的 跟风也是有关系的一件装置艺术 那因为过年嘛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但是在乡也有一个装置艺术在田园呈现 也是提供一个不错的选择 蔡显国也表示这回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最近共军飞机老台 让他回想到60年代金门航空牌的时光 尤其是那些侦察机的特技表演 逆风者号吉日起到元宵节会摆放在小镜附近 提供游客拍照打卡带领大家共同回想旧时代的美好岁月 感谢观看